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柯纳申科夫21号表示 俄军使用口径高精度海基巡航导弹 摧毁了乌克兰境内由美国和欧洲国家提供的 大量武器和军事装备 柯纳申科夫21号通报说 俄军使用口径高精度海基巡航导弹 摧毁了位于乌克兰日托米尔州马林火车站地区的 大量武器和军事装备 这些武器装备由美国和欧洲国家提供 原本计划装备顿巴斯地区的乌军 柯纳申科夫当年表示 自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俄军共摧毁乌军174架战机 966架无人机 315套防空导弹系统 3182辆坦克和其他装甲车等 21号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 从亚素钢铁厂走出投降的乌克兰纳粹分子的视频 视频中显示在对这批人进行搜查时 发现了极端主义书籍等物品 在部分俘虏身上 还有大量的带有纳粹主义色彩的纹身 同时还从这批人的身上 搜出了外国军用素食食品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1号报道 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36旅代理旅长正时 马里乌布尔亚素钢铁厂的乌方武装人员 已全部投降 场区内不再有乌克兰武装人员 此外他还表示 亚素钢铁厂的乌克兰军队中有外国人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1号援引乌总统 泽连斯基的话报道称俄罗斯目前几乎封锁了 乌克兰所有港口 导致超过2000万吨带出口的粮食难以运出